連環發生的士車內盜竊案件 今個星期四攜衝禮景山路 有的士司機停泊的士在路邊 只是離開了一分半鐘 就見到前座乘客位的車窗粉碎 車內的背囊不翼而飛 網上再有片段流出 原來今個星期一的清晨 也有的士司機被駕駛的士的 賊人偷走車內的背囊 兩宗案件的賊人犯案手法 和外貌特徵都非常相似 同樣戴黑色的鴨嘴帽 運動外套和戴口罩 犯案的時間和地點 都是清晨和公廁附近 得手之後都是登上的士 不排除是同一個人所為 相信賊人本身就是的士司機 轉向行家埋手 警方表示 10月30日的清晨6時多 一名61歲聖鳥的的士司機報案說 他將的士拍在大圍積福街公廁對開 然後下車如刺 跌反後發現的士車窗被打爛 車廂內的背囊被人偷走 警方正在調查事件